大家好 我今天在這裏和大家講關於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已經成為香港第三大癌病殺手 我不是一個醫生 我曾經患上前列腺癌 但現在已經康復了 我在這裏希望 想了解前列腺癌 例如診斷方法 醫治方法 和手術方法 手術原來不只一種 如果有些人患上前列腺癌 想打算去私家醫院做手術的話 我想請大家睇吓這條片 我會提供另類方法給大家 價錢會便宜些 結果亦非常好 如果大家看完片段 有些醫學上的問題 請問自己的醫生 在片尾我會放電郵在這裏 如果大家想聯絡我 可以給我電郵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請按下小鈴鐺 和點讚我 我亦都放了Alipay和Patreon 戶口 如果你想支持我 亦都可以 現在我開始講前列腺癌的確診 在6個月前 我去做一個身體檢查 法國PSA指數高了6.2 根據醫生和我講 正常是應該小於4 如果6.2 可能有些問題 他介紹了一個 臂療科專科醫生給我 我去見臂療科專科醫生 他同樣講 他說6.2是高了些 最好拿組織出來看下 有沒有病變細胞 確定是否有前列腺癌 他同我解釋 拿組織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隨機拿組織 醫生會在病形插入超聲波導管 然後根據他的經驗 他在前列腺上拿組織 由於是隨機 那些針未必插入病變細胞的位置 所以結果出來沒有前列腺癌 亦未必是正確的 另一個方法 用MRI做檢查 然後拿MRI的資料 和超聲波大家結合在一起 來做一個拿組織的手術 原來是不單單看前列腺組織 我覺得應該肯定好些 所以我跟醫生講 我想用MRI加超聲波結合 來拿組織的方法 原來是不單單看前列腺組織 有沒有病變細胞 他會看前列腺表面 精狼書精管 還有膀胱和臨巴 有沒有這些病變的組織 我們都了解過 他怎樣可以找到懷疑病變的地方 原來他是用你的組織裡的水的流量 水的擴散和血管密毒來確定有沒有病變的組織 隔了兩天 我去做MRI的檢查 我去做檢查 檢查很快 你躺在MRI的儀器上 在半小時內 幫你照顧前列腺的情況 然後就可以回家 就要死了 隔了兩天 我去跟醫生看報告 他懷疑前列腺裡面有病變的細胞 他有一個評分給我的 評分是PIVX 1到5 PIVX 1到5就是這樣分 1就是有病變的細胞機會是非常之低 PIVX 2就是細胞病變的機會是低 而PIVX 3就是細胞病變的機會是中性 即是說他看到一些東西 PIVX 4就是細胞病變的機會是高 而PIVX 5就是細胞病變的機會是非常高 這次我看過這手術有驚訝 是平方病變的機會は 即是在細胞病變的機會是屬於病變的機會 所以, 他們就查問 他們通知一些細胞病變的機會是受到的 其他 comparator 其實他們能夠有限為 是需要全身麻醉 手術大約是30至40分鐘 醫生在肛門插入一支超聲波的導管 導管可以放一些針 醫生幫我拿了23針 懷疑有病變的地方拿了4針 手術後小便和射精會大血 但會維持7至8天 醫生亦給予抗生素可食 一個星期後 我就回去見醫生看報告 病理報告都很清楚 明會一針下落在哪個地方 以及有沒有細胞病變 在我懷疑有細胞病變的地方 他發現有70%有癌細胞 而其他下針的地方 找不到有癌細胞 這就是說 MRI的報告是非常準確 這個報告亦有一個評分 叫做Geeson score 我是3加3 是屬於早期的病變 我亦都放了Geeson score 在片上 大家亦都看到 他細胞病變 細胞病變 會由1到5 1 細胞沒有什麼走樣子 而5 已經走樣子 病理醫生 根據癌細胞 風險 和生長速度來評分 第一個數字 應該是細胞的風險 第二個數字 就是生長腫瘤的活躍程度 1加1 就是很正常 5加5 癌細胞 屬於高風險 而且 非常活躍 好了 我確診的情況 就講到這裏 下一集 我會講 醫治前列腺癌的方法 原來 醫治前列腺癌的方法都有很多種 請大家 繼續 留意觀看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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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